大家好 我是愛語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夢中群星 星雄鐵道平洛康尼12.2夢境護照貼紙全收集攻略最後的大夯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成星與昏星流夢交蘇勒達樂沙海選會場 平洛康尼大劇院星雄隱藏成就 這是十次夢中群星新增的四個貼紙 首先是這個折子舞節 你完成上一P就能獲得這個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來到劉夢交的左側 就是舊夢集市 舊夢集鎮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上樓梯 然後一直往前走 走到頭之後在左側 這裡有一個小站台 按茶子 然後在旁邊這個有一個調查點 你調查之後給他一個IDN代幣 然後你再來到站台就可以選擇前往天台 出來之後在我們正前方這個台球桌子上有一個卡片 我們點擊詞取 然後獲得貼紙 接著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 平洛康尼大劇院 左側的 福音煞龍傳送點 所以之後在我們的左前方這個大門連著我們進入之後 前方有兩個桌子在左側的桌子上有一個卡片 拾取 拾取之後就是一個貼紙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 蘇勒達海選會場 就是圓圈 就是R的最左側 阿哈努 就叫我們槍火的失戀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往前進入前方的門 進門之後我們往右拐 然後出來一點之後 我們再往右看 這裡有一個電梯間 我們來到電梯間這裡 我們來到二樓 我們前往二樓 然後拿掉我們正前方的這一個寶箱 身為庸人 然後我們再回頭 回頭我們來到負一層 然後我們往前走 走到頭之後 左拐 左拐 之後 我們往前走一點 然後在這個右側 能夠看到一個漢龍變身 我們變身 出來之後 在我們的新南方向 小地圖左下角 我們從這個 怪的腳邊穿過去 一直有這麼個這個方向往前走 來到吧檯的位置 就消一下仇恨 然後接著在我們的西方向小地圖 左方能夠看到還有一個吧檯 然後等這個紅怪 它往右走的時候 我們依然來到 我們依然來到對面這個吧檯的椅子下 吧檯的椅子 旁邊 好然後就不會被發現 然後我們拿取前方的導彈 拿著導彈之後 我們馬上把前方這個紅怪給它打掉 我們直接點擊發射 打掉之後撿取它的導彈 然後在這個 就是東南方向小地圖右下角 我們打這個煙花 打壁煙花之後我們回頭 回頭這個導彈又刷新了 我們再拿一發 然後我們再回頭 從打掉的這個洞這裡 我們再打擊前方的煙花 好然後進去之後我們往左拐 能夠看到一個藍色的大寶箱 我們打開寶箱 就是所有的哈努行動全部收集齊了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傳送到匹路康尼大劇院右側的 就是教育廳的傳送點 出來之後我們點擊短信 然後全部集齊了 我們就收集到這個 收到這一個短信 然後這個任務我們點擊追蹤 來到前方的哈努行動挑戰 我們點擊哈努變身 我們點擊哈努變身 進來之後前方這個圓桌我們貼了它右側 往右側走 我就能看到一個導彈 然後我們拾取這個導彈 拾取完之後 拾取完之後我們要躲著點這個鱷魚 等它來到煙花的旁邊 我們要打掉煙花 炸它才算傷害 那我們就跟著它走 它在哪個煙花旁邊停了 我們就炸哪個煙花 一定要等這個瞄準箭頭是煙花 然後炸一下 然後它才能受到傷害 那我們就跟在它的後方 小心不要進鑽洞 然後跟著它走 然後跟著它走 它來到的前方煙花旁邊 我們炸煙花 那我們再躲一下 拉一下 拉一下悄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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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一下悄悄悄 好,來到煙花旁邊 我炸煙花 打掉三雪經典 任天 要獲得貼紙 記得關注再走 打掉三雪經典